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中方展開了一些反制措施 除了在洛杉磯動物園召喚兩隻熊貓回國 以及關閉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微博以外 根據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他在Twitter上所說 據他所知 出於對特朗普總統、美國及其人民的尊重 中國正在考慮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起草者 列入禁止進入名單 禁止他們進入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 即是說禁止入境 和人權法裏制裁措施的方向非常類似 除此以外 環球時報亦發表了一篇社評 標題是 《美涉港法案改變不了香港是中國的》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篇社評就這樣說 華盛頓是真心要將香港變成向中國私家戰略壓力 新陣地 而部分受到迷惑支持這個方案的 香港人幻想這個法案有助於幫香港擴大高度自治的權利 不切實際地覺得 北京有可能涉於這個法案 而做出《基本法規定》以外的決定性讓步 國家反制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重要舉措 就是進一步明確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 徹底打消香港激進反對派對實現他們所要求的絕對雙普選的幻想 糾正他們對一國兩制的錯誤認識 堅決拒絕美方對香港高度自治的任何評估權 亦即是說我們缺不能被香港激進反對派和美國政府開展勾結互動 留下任何空間 他們可以單獨採取行動 並且為此承受與之相應的代價 但他們休想通過彼此聯手來挾迫北京 讓後者一點一點地後退 這個已經非常清晰 講到關於雙普選的問題 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他裏頭講到要香港確保民主政制的發展 這篇社評就告訴你 香港激進反對派 他們所要求的雙普選就是絕對雙普選 就是幻想 甚麼是絕對雙普選呢 即是在選舉行政長官的時候 不是通過1200人的選舉委員會產生 甚至乎不需要提名委員會 他們要求公民提名 立法會當然是全面地方直選 不需要功能界別 但現在就告訴你 這是絕對雙普選的幻想 如果你不是根據這個幻想 就要跟回2014年8月31日的831決定 或者叫做831框架 而這個831決定其實就是在當年 直接引致雨傘運動的導火線 大家都記憶猶新 如果要跟回831框架的話 即是要組成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然後這個提名委員會 就按照民主程序 產生兩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即是告訴你 有篩選 所以當年的市民很多人不滿 所以就演變了一個雨傘運動出來 現在就告訴你 你這個絕對雙普選 就是幻想 五大訴求之一的 爭取真雙普選 可以說是下閘了 當然 最終能不能夠爭取到這個 所謂的真雙普選 就好看香港人的決心 以及中美之間的角力結果 除了這宗人權法之外 還有一宗非常有趣 亦顯示到警隊的腐敗 就是關於田北辰大議員 以及光頭警長劉澤基之間的隔空互片 這宗人權法除了好看以外 你還可以看到 根本上 你那些特區政府的標準 是不停地遷移的 我們一起看看 首先 就是田北辰在昨天 在立法會裡頭 筆點名來批評 光頭警長劉澤基 你知道 柳蛇經常在微博發表他的政見 當中還有一些 批評特區政府的言論 大家都看得多 我在這個節目也有分享過 昨天更指控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有過半是廢票 大家記得 他有這樣說過 田北辰大議員在立法會發言的時候 質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羅志光 他說 有公務員在大陸微博公開批評政府官員 增加兩地的矛盾 又造謠說這次的選舉有一半是廢票 他又問羅大局長 這個個案你怎麼忍 羅大局長回應 會按照現時的機制 公務員的行為和操守 要根據公務員守則 如果有任何懷疑違規違紀的情況 有關部門的管理層就會跟進 他就不會就個別的紀律事件作評論 即是告訴你沒有网管 你在Facebook那裡捉得那麼嚴 原來在微博那裡 加上他是警察 是不是警察有一個特權階級 他可以肆意地去批評特區政府 其他人是不行的 其他公務員你捉得很緊的 有些是督夫 然後他可以在微博高調地去批評 加上省仔協會主席還可以寫信 來譴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你這些警察可以做什麼都可以 麻煩你去執行公務員守則 羅大局長似乎是沒有网管的 亦你管不來 因為警察大過你 然後這個光頭警長又在微博那裡 當然反擊 他怎麼說呢 他就點名了 田北辰也是不點名 他就點名 他自己對號入座了 他就說 阿田北辰議員 我邀請你來看看我的微博 不要只拿著一張紙來宣讀我的罪名 接下來這一段我看都不明白 但我照讀出來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智慧 就能領略到柳蛇那個說什麼 他就說 請問你在裡 看得我說 說白一些 林鄭根本不會從政執法 及林鄭我沒辦法繼續支持他 我不知道他這兩段 就是叫做什麼 你知道這些警長 他們的文化水平 知識水平相當高 我們這些知識水平低落的人 就看不明白 但後面那句就明白了 他就說 還有一點 作為香港的選民 對數據中 少了百多萬票 作出移民 不應該嗎 提出移民 代表在這裡造謠生事嗎 作為議員的你 作為警察的我 大家做好本分 否則香港 什麼時候才能夠回復過去的光景 告訴你 你曾經是我心目中 一個十分欣賞的議員 即是 這樣就反過來 但奈何似乎他的文筆 就相當差 中間有一段引用了兩句說話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不能夠理解他想做什麼 反正他就騙了 田北辰 就說他曾經很欣賞他 即是不欣賞你 田大議員 當然 田大議員聽到這樣的反擊 他又在Facebook上反擊 這些隔空互相片 田大議員怎麼說呢 他今天出了一個貼文 他就說 其實我不是針對任何人 所以都沒有點名 但大家都好像知道 我說哪一個case 首先我在會上引言 當事人就澄清了 不是他說 我是誤解了 關於廢票的質疑 其實有證據可以去舉報 不是說我說他造謠 是政府的聲明說有人造謠 整件事最重要是什麼 是制度和標準 我的問題是問政府官員 早前有公務員公開發表政治意見 政府就說 絕不接受衝擊公務員政治足立 嚴肅跟進違規 又表示遺憾 那制度和標準是怎樣 是不是有些公務員可以 有些就不行 或者是不是在香港說就不行 在大陸的平台說就行 是不是每個公務員都可以在大陸的平台 說什麼都可以 Facebook是美國公司來的 在Facebook又說什麼都可以 我作為議員只是關心制度 我想知道的是政府官員 如何執行公務員守則 其實田大議員都可以說 是建制派裡面 一小度的清傳 起碼來講他都願意說一些真的說話 包括支持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等 奈何他都是建制派的一員 始終來說一吹雞他都要歸隊 所以他在區議會選舉那裡 就是無奈落敗 但是他在立法會裡面這個說話 其實他講得沒錯 政府就是要堅守制度和準則 你說了是這樣的 你不能夠只是打壓那些意見 然後對警察可以任意來發言 甚至乎他可以批評特區政府 但是其他的公務員 他就要嚴守所謂政治中立 連半點的意見聲音都不能夠發表 這個就是製造了特權階級出來 這個就是在執法上的雙重標準 既然大家都是公務員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採取同一套的制度 你有沒有捍衛這套的準則 你有沒有嚴格的執行 其實根本上他批評特區政府 就是沒有問題的 只不過你對於其他的公務員 你就採取一種嚴格嚴厲的措施 來對付他們 反而那些警察就說什麼都可以 那你才是有問題 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 就是任他們說 這個就是言論自由 那就不會造成好像今天這個光景 什麼都是由你搞出來的 提出一點點意見 你都不給他這個空間去說 那你就搞到好像今天這樣 他可以說嗎? 你不可以說嗎? 那大家一起不要說了 那你這套制度有什麼作用呢? 對吧?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